公元前221年 它终结了战国时代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 奠定了中华版图的基本格局 更创立了一套 影响东亚两千年之久的 社会治理体系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 最具争议的皇帝 在人们的心目中 他是一位贪婪无情的暴君 他帝族的那个时代是灰暗的 果真如此吗 一座陵墓将秦始皇 以及那个时代 深深地隐藏在厚厚的皇土下 但他的治国里面 以及所开创的法治文明 却对中国古代社会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千百年来 人们从未停下 对秦始皇以及秦文明的探索 神秘莫测的秦始皇陵 究竟隐藏了多少 破解历史谜题的线索呢 十年的秦岭考古经历 让我有幸成为 最靠近那段历史记忆的人 希望能通过 对这些考古资料的解读 为你揭开 蕴藏在秦人地下的 一个一个的历史谜团 告诉你一个 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秦始皇帝 上世纪七十年代 兵马俑在陕西临统被发现 这支栩栩如生的地下军团 一出土就轰动世界 长久以来 兵马俑的主人是秦始皇 以成定论 可上世纪八十年代 却有学者对兵马俑的归属 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 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 而是他的高祖母秦宣太后 那么兵马俑究竟是为谁陪葬的 历史上威名赫赫的秦宣太后 葬于何处 考古发现得出了怎样的结论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 为您解读秦陵陈锋的帝国第八集 兵马俑是谁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前些日子 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火 就是明月证 在这部电视剧里呢 扔下来一门炸弹 就是我们过去所熟知的 秦始皇兵马俑的主人 竟然不是秦始皇 而是一位称之为敏月的人 换句话说啊 有两千二百多年的历史 耸立在临山脚下的那座高大的陵墓 他的主人 并不是我们一人一为的千古一帝秦始皇 而是乃自楚国 是秦昭湘王的母亲秦始皇的太祖母 宣太后 啊 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吗 这么一部电视剧的功夫 他的主人就成了秦始皇他祖奶奶呢 这个结论可真是够颠覆我们以往认知 其实呢 在《敏月传》热播之前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 就有人对秦始皇陵的牧主人 和兵马俑的熟性 产生过怀疑 怀疑的理由有很多 比方说他们认为兵马用衣服的颜色不对 发型有问题 年号错了 等等 而怀疑着信心百倍 敢下这个结论的关键证据之一 是来自一号坑内 一件陶俑身上的文字 这件陶俑身上呢 可有一个字 由左右两部分组成 左边这部分呢 是个月字没有问题 右边这个半个字呢 有不同的认识 或者适度为背 或者适度为半 发掘者适度为皮 按照秦朝 勿勒功名的制度 这个皮 应该是制作这件陶俑工匠的名字 但是呢 因为曾经学习过建筑的人 不知道根据什么样的依据 却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 他认为这是个米字 这样如果从右相左以读 便成为米月二字 于是脑洞大开 居然顺利地把这个名字 和秦国历史上 一位姓米的太后 宣太后对接上了 那么历史上到底 有没有名字叫米月的这个人 我们不妨来看看 文献是怎么说的 《史记仰侯列传》里边记载 就是说 秦昭祥王的母亲 封为米八子 后来他的儿子当了秦王 又被封为宣太后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后 这的文献呢 并没有提及这位宣太后的方名 更没有说 她的名字叫米月 我们只知道 她是一位来自楚国的 米姓女子 在后宫中的封号是八子 八子呢 是秦汉皇帝侍妾的称号 秦国的后宫分为八级 分别是王后 夫人 美人 良人 八子 妻子 长使 少使 由此可见 宣太后做王妃时候的爵位 并不高 属于第五级 既然文献上并没有记载 宣太后的名字 那么以陶永身上 作为工匠的名字 硬生生地依照出一个 叫米月 宣太后 来附会秦灵陵墓的主人 和兵马俑的主人 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道理上也说不过去 但是四十几年来 秦汉皇陵考古的成果 已经给我们提供了 非常多的判断 陵墓的时代 和陵墓主人的充分证据 首先 陶永身上刻画的字 并不是主人的名字 而是制造陶永工匠的名字 陶永身上出现刻画文字的现象 并不是孤立 多数都刻画在 不被人注意的隐蔽的地方 字数很少 一般也就一两个字 最多的一件有十一个字 除了数字编号以外 都是来自于官方 民营机构的工匠名字 目前发现了 属于人民的一类的 有两百五十多个 如果我们去掉重复的 那应该有八十多个工匠的名字 如此八十个工匠的人名 你总不能说兵马俑的主人 属于这八十个人吧 另外 我们在兵马俑坑里边 还发现了一些 有纪念文字的青铜兵器 也说明兵马俑和宣太后无关 兵马俑上的刻字 只是制作工匠的名字 并不能代表兵马俑的归属 秦永一号坑出土的 多件兵器都带有名文 这些名文成为兵马俑是秦始皇陪葬品的铁证 这些兵器上的名文究竟刻了些什么 它们又蕴含着哪些历史信息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 继续为您解读秦陵陈锋的帝国 第八集 兵马俑是谁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考古工作者在秦永一号坑 发现了不少的青铜兵器 这里边有二十三件带有纪年的敏文 这些带有敏文的兵器 有六件刻有 相邦吕不韦 就是明确人名 吕不韦的有六件 这六件兵器中 设计年号的有三年 四年 五年 七年 此外 吕发现有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司公皮 十六件 比如我们所看到的 这件很有名的兵器 相邦吕不韦集 上面的文字是 五年相邦吕不韦造 司公辙 成义 公成 说的是五年 由相邦吕不韦负责 由兵器铸造局的局长 哲监制 由官营工厂的厂长 义负责组织 由工匠成制造 那么这件机上的五年 是谁的五年呢 了解历史的朋友 应该知道吕不韦的大名 他出人秦国丞相 是在秦世皇的父亲 秦庄相王的时候 也就是公元前 二百四十九年 秦庄相王元年 庄相王继位三年以后去世 他的儿子 嬴政继位为秦王 尊吕不韦为相邦 称他为忠父 所以我们也就能看见 兵器上相邦的敏文 而所谓的五年 十五年 十七年 应该指的就是秦王 嬴政继位为秦王之后的 第五年 十五年 十七年 就拿五年相邦 吕不韦姬来说 这五年 就是秦王政的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 二百四十二年 此时距离 宣太后去世 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年 假如墓竹是宣太后的话 也就是说 宣太后在他去世下葬以后 又继续修建廉墓 长达二十三年 一直修到了秦世皇时期 这么大的事件 居然没有文献上的支撑 从逻辑上来讲 是无法讲得通的 从我们考古埋藏学的角度来说 如果他真的是宣太后领悟的话 那么在早期的墓葬里边 出土了晚期的器物 是不可能的事件 因此 兵马俑就当然地和 昭相王的母亲宣太后 没有什么关系了 除了写有吕不韦的名字之外 这些兵器上面 基本上都写有司公二字 过去在一号坑里发现司公毛 司公唇等兵器 兵文虽然没有明确地说明 兵器制造的时间 但从秦陵出土的 这类兵器的兵文来看 司公与礼部伪造 经常同时出现 这表明 司公就是秦世皇时期的兵器工厂 这些兵器主要是供中央政府使用的 从兵文和铸造的机构的角度来看 秦勇和吕不韦时期 铸造的兵器 都同属于秦世皇陵 也是无庸置疑的 考古证据已经回答了第一个质疑 执一者提出 秦世皇陵距离兵马云坑 最近也有一点五公里 太远了 陵园的陪葬坑 怎么会放那么远呢 按常态来看 中国古代帝王陵 都有一个陵园 他们或者是用壕沟 或者是用围墙 把陵墓维护起来 但秦世皇陵园是个例外 不禁在陵园内 就是在陵园外 也发现了大量的遗存 考古勘探 秦世皇陵区的范围 达到六十平方公里左右 相当于八十五个故宫 兵马云坑 虽然距离秦林风土 一点五公里 但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2000年 在秦世皇陵园 以外的东北陈王村 村民在修建墓葬时 发现了一些陶涌的碎片 偶然的情况下 我们得知消息以后 立即前往 随后对这个陪葬坑 进行了调查发掘 这个陪葬坑 虽然被严重地 倒扰和焚烧过 但是我们在坑内 还是发现了 有四十六件青铜的水禽 和十五准陶涌的残片 这些陶涌的制作方式 彩绘描绘的方式 葵葬坑构造的方式 和兵马云是完全一致的 它模拟的是水禽 栖息的环境 浪漫而天静 这个陪葬坑 距离秦陵风土 直径有三千米 比起秦始皇陵 兵马云的位置 那就更远了 当然了 我们判断兵马云的归属 还不能仅仅从一座坑 或一间器物上去关注 那我们从秦国的 陵墓制作发展演变过程 来看看这个问题 看看这座陵墓的主人 究竟是不是秦始皇 中国古代的帝王灵寝制度 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 墓葬的规制 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秦国在都城东迁的过程中 完成了从王国到帝国的转变 秦国历代先王的陵墓 也随着东夷发生着规律性变化 包括林童的秦始皇陵在内 他们共留下十个陵区 从这些秦人先祖的陵墓 我们能找到什么线索 曾经统治秦国四十一年的秦宣太后 死后又葬于何处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 继续为您解读 秦陵陈锋的帝国第八级 兵马俑是谁的 秦是中国古代唯一的一个 由方国到王国 再到帝国转变的民族 在这个一个过程中 他们的君王的领悟位置 也伴随着都城的不断向东迁移而迁移 在五百多年的冬迁过程中 一共形成了十个陵区 那么宣太后的领悟在哪里呢 史记秦本记记载说 秦昭相王四十二年的十月 宣太后轰藏纸阳离山 宣太后死后 埋葬在指阳离山一带 指阳呢 是秦国统一前后的一个县 在林同一西 西安一东这么一个位置上 在林同区寒一乡的游王村 洪兴补村一带 这里过去曾经发现过一些 有指阳 有指亭的陶文 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 四座高等级的战国陵园 距离秦始皇陵有十七公里 结合相关的文献 考古学者们判断 这是战国晚期秦国的亡灵 这里埋葬了由 昭相王 孝文王 庄相王 以及他们的王后 韩包括昭相王的母亲宣太后 韩包括昭相王的长子 死在魏国的岛太子 那么这四座陵园中 哪一座是大名鼎鼎的宣太后呢 我们判断 一号陵园是昭相王 和他的夫人唐太后 二号陵园里边有几座墓 只有一座是中字形 中字形墓葬在战国晚期 已经不是王这个级别的了 它因此可能是道太子的墓 另外还有一座四号陵 四号陵园只有一座 雅字形的大墓 主墓道在东 从出土的淘气形态来看呢 四号陵园相对年代较早 墓室的长宽呢 分别都是六十米 深度是二十六米 这个墓 可能他的主人就是宣太后 虽然秦东陵各个陵园的墓主归属 学术界含有争议 但宣太后葬在这里 是不争的事实 直到二零一零年的秋季 盗墓分子的一次盗绝活动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从被盗出的文物 可以帮助我们分析 制作墓葬的主人 2010年10月 秦东陵发生的一起盗墓案件 意外揭开了秦东陵一号陵园 墓主之谜 当时秦东陵文管所的工作人员 在辖区例行巡查时 意外发现了一号陵园 有疑似被盗绝的痕迹 接到报警赶来的公安民警 在这座墓葬的中心位置 发现了一个深30米左右 直径5、6、10厘米的盗洞 为确定墓葬被盗情况 公安民警带着氧气瓶 深入盗洞底部 令人震惊的是 他们发现 盗洞已经挖到了 黄肠提凑墓室的侧毁廊 距离墓室中心位置 只有一步之遥 黄肠提凑的墓葬规置 只有帝王级别的人才能使用 考古专家之前推测 这座墓葬的主人 很可能是秦宣太后的儿子 秦昭湘王 而追回的被盗文物 则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公安部门很快就征破了此案 追回了被盗出来的一些文物 其中有一件八年造的 七木高足痘 还有三件 可有大观的七木器 还有七件长 四十八厘米的珠石 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墓葬中 发现这些保存完好的 七木器实属罕见 特别是七木高足痘上 上面刻有八年相邦 薛军造 容功失效 功大人身 没错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乌勒功名 这个薛军就是秦昭湘王 在位的时候 入秦为相的战国四大公子之一 孟昌军 这个高足痘的发现 可以明确 一号灵就是秦昭湘王 和他的夫人的合葬陵园 这件七木高足痘 是秦汉时期使用的 类似果盘的容器 看起来并不奇 可它上面却刻着 制作工匠的名字 甚至还将相邦的名字 一并刻上 这背后就是秦国严格的 勿勒功名管理制度 制作器物一旦出现问题 可以依据明文 追查各级相关人员的责任 两千多年后 这件七木高足痘上的明文证明 秦东陵一号陵园的墓主人 是秦宣太后的儿子 秦昭湘王 明确这一点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秦昭湘王陵墓 与秦始皇陵的对比 进一步印证秦始皇陵 并非是秦宣太后墓葬的推断 秦昭湘王的墓室为方形 长六十米 宽六十米 面积是三千六百平方米 而秦始皇帝墓室的面积呢 它东西长一百七十米 南北宽一百四十五米 总面积两万五千平方米 这个面积呢 是秦昭湘王墓室面积的近七倍 现在这座秦始皇帝陵 如果真的是宣太后的话 就墓室的规模而言 它就比任何秦王陵的墓室面积 都大好几倍 一个太后 无论如何 是不能用这种规模的墓室的 四号陵园和一号陵园的大墓规模一致 说明宣太后陵墓的规模 和他儿子的规模是一样 从陵园的陪葬坑的规模 数量 内容来看 秦始皇陵也不可能是宣太后的墓室 秦统一之前 各个国家的陵墓里边 陪葬坑的数量都不多 买葬的内容也简单 仅仅就是车马坑 比如秦东陵 四座陵园里边 自发现了三座陪葬坑 出土的大多是 一些与车马相关的器具 并没有发现陶涌 而到了秦始皇陵 史无前例地发现了 两百多座陪葬坑 除兵马陵坑外 还发现了有文官陵坑 百戏影坑 青铜水秦坑 马丘坑等等 这样的情况 与秦东陵相比 可以说是一种制度性的创新 我把它称之为外藏系统 秦始皇陵的这个外藏系统 它的功能 不是后来的文献中 所说的那样 除旧逼切之俗 而是皇帝专制体制下 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 在地下的模拟再现 秦兵马永坑 也这是庞大的外藏系统的 冰山一角 我们从领墓的风土规模上看 秦始皇陵也不可能是 宣太后的墓 秦国领墓的风土 存在着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地到高的发展历程 从文献的记载看 秦国领墓风土出现的时间 为战国中起 秦孝宫和秦宪宫时期 虽然风土的形态和大小 我们还不清楚 但从文献上看 称其为中 这些领墓的风土高度 其实可能不会太高 大概就是稍微隆起的一点 像平平的山顶那样 秦东陵的三座 雅兹形大墓的风土 均是平缓的丘陵状 高度也只有两到四米 如果在现场调查的时候 没有惊讶 估计是看不见风土的痕迹的 更不会想到 秦东陵的风土只有这么高 这么说来 虽然在秦昭祥王的时期 秦国的国力 已经是索尼 但秦国的陵墓 在战国后期 依然没有出现高大的风土 那么 位于黎山北路 这座高达五十多米的 风土的陵墓 肯定不是战国晚期的秦陵了 当然 也就与玄太后 没有任何关系了 对像秦昭祥陵 这样的考古大作 历经了四十多年 几代人付出了 鲁力和汗水 我们的一切结论 不是凭一件陶涌 一个陪葬坑 两个陶文来判断 这就是宣太后或者是秦昭祥的 我们是通过一系列 互矛盾的证据链来论证 历经了近四十年 关于兵马俑主人讨论的背后 应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思考 好 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 也欢迎您关注南部福号 一同探讨历史 品度文化 解析法律疑点 难点 再见 第一次看到兵马俑坑里的 陶涌军阵 一定会感觉到震撼 栩栩如生 严震待发的军容 引发人们种种猜想 甚至有人认为 这些兵马俑就是当年的秦军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秦始皇为什么要把这样一支 庞大的军团带入地下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 段清波 下期将为您讲述第九集 秦军怎么练成的